女记者拖下自己的蕾丝边 一旁的男人简直瞪大了双眼 他将丝袜递到男人的手中 表示现在你可以开始制作丝袜奶茶了 男人闻了闻上面残留的原味 顺手就把它放入了资助奶茶机里了 随着男人输入指令 女记者看着机器中的丝袜 心想最近在减肥待会儿还是喝气氛糖吧 可疑到闪电华国 女人199买的浪沙没了 女记者质疑奶茶在哪 男人却微微一笑很倾城 带着女人打开身后的一个机器 一大股原味徐徐向他们飘来 这不是我的丝袜吗 怎么跑这边来了 原来这个男人赛斯并不是什么奶茶店老板 而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科学家 他今晚在酒会上以研究为主题 搭讪上了杂志社的女记者罗尼 这才跟着赛斯去了这所郊区的实验室 看到自己丝袜成功地传到了另一个舱室 这震惊了前来的罗尼 他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就是万中无一的科学器材 所以罗尼立即打开随身录音机 准备录制更多可用的一手材料 但赛斯很快发现了罗尼的录音行为 他赶紧阻止 并表示现在不能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 但罗尼根本没有听从赛斯的要求 他立即离开了实验室 第二天就把录音交给了前男友威廉 是杂志社的责任主编 但是威廉认为罗尼一定遇到了骗子 那只不过是一个障眼法而已 这时根据罗尼留下的信息 赛斯竟然找到了杂志社 为了不让罗尼报道他的研究 他立即提出了更好的建议 原来赛斯的研究并不完全成功 赛斯准备让罗尼继续跟踪他的研究 可以让他拍摄下整个过程 也可以整理成一整本书 在这样的诱惑下 罗尼也欣然同意了 第二天罗尼拿着相机 记录了赛斯的整个研究过程 经过多次调整 赛斯也开始了肉体的传输实验 传送舱内的沸沸立即被传走 并在另一个传送舱内基因重组 但重组过程中发生了事故 沸沸从里到外整个翻了出来 实验的失败使赛斯非常失落 罗尼在与赛斯相处的过程 逐渐对这个痴迷于研究的人 产生了非常良好的印象 看着帅气有魅力的赛斯 罗尼也趁机对他施展原味攻击 几番云雨过后 罗尼继续和赛斯在床上缠绵 但他随意地玩笑话激发了赛斯的灵感 所以他迅速传输了一块牛排 然后让罗尼品尝牛排的区别 罗尼发现传输的牛排没有肉的味道 赛斯向罗尼解释说 计算机对有机体的理解是错误的 因此在重组过程中发生了事故 所以赛斯迅速调试了电脑 并成功地传输了一只沸沸 看到沸沸跑出传送舱 赛斯和罗尼立即喝香槟庆祝 罗尼甚至建议他们一起去度假 但当他们计划好一切时 罗尼收到了前男友威廉的杂志 正是代出版的研究报道 罗尼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他立即告诉赛斯 他和威廉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 然后就离开了实验室 事实证明威廉一直在秘密跟踪罗尼 他不仅发现了罗尼与赛斯的男女关系 还了解了赛斯那创造性研究 极度心上头的威廉为了报复两人 准备提前报告赛斯的研究 罗尼谴责威廉 说只有他能完全记录所有的研究过程 威廉决定暂时取消报告 但前提是罗尼必须经常性地向他报告研究进展 无奈之下 罗尼只能同意威廉的建议 但他不知道赛斯因为自己的离开而嫉妒 误以为罗尼是与前男友去续情了 于是在实验室里戒酒消愁 冲动下直接用自己进行活体实验 但在实验开始之前 一只苍蝇在未知的情况下飞进了传送舱 随着实验的进行 苍蝇的基因也被重组进了赛斯的身体里 但赛斯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很高薪成功地完成了传输 并兴奋地告诉罗尼 他错过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得知罗尼没有和威廉在一起的那一刻 赛斯也立刻吻了他的女朋友 但赛斯在半夜醒来时 不知觉中徒手抓住了一只苍蝇 他还发现自己像体操运动员一样轻盈 此外赛斯的饥渴程度也越来越高涨 起初罗尼为男友的变化感到高兴 但频繁的床上运动却让他有些吃不消 罗尼还发现赛斯背上的伤口里长着黑毛 面对这些惊人的变化 赛斯误认为计算机在传输过程中 净化了他的细胞 使他拥有了无尽的力量 赛斯还准备让罗尼也完成传输实验 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超人情侣 但恐惧的罗尼拒绝了赛斯的提议 这也使赛斯性情大变 愤怒的他决定重新找到一个候选人 让对方和自己成为一个超级两人组 随即离开了实验室 这也让罗尼心碎不已 之后赛斯靠着强大的力气 战胜了班寿万区的冠军 也从酒吧里带回了一个女人 他向女人展示了自己的发明 但女人也不愿意进行传输实验 所以赛斯准备强行把她带到传送舱 幸好罗尼刚刚回到实验室 赛斯不得已放开了女人 放她离开后 罗尼告诉赛斯 他请人测试了头发里的成分 发现头发组织并不属于人类 而是来自于某种昆虫 但赛斯坚决认为罗尼只是极度她的变化 所以他愤怒地把罗尼赶出了门 扬言再也不想看见她 罗尼被拒之门外 只能哭着离开实验室 但罗尼刚才的一番话还是点醒了赛斯 当他冷静下来时 他检查了第一次传输的数据 居然发现一只苍蝇混合了他的基因 这恐怖的真相让赛斯瞬间无语 他立刻陷入了震惊之中 在四周之后 罗尼接到赛斯的电话 赛斯向他道歉并表示想再见到他 于情未了的罗尼立即赶了过去 尽管赛斯已经变得越来越畸形 罗尼也知道赛斯和苍蝇的事实 但罗尼仍然把这个无助的爱人抱在怀里 之后为了拯救赛斯 罗尼不得不去杂志社寻求帮助 但威廉表示 罗尼必须拿出赛斯成为迎人的证据 才能帮助他 于是无助的罗尼又回到了实验室 赛斯此时变得更加丑陋 行为举止也越来越趋近苍蝇 罗尼在他的同意下拍了一段视频 就在威廉研究视频时 他看到罗尼哭着跑进厕所 原来罗尼发现自己怀上了赛斯的孩子 这件事对于罗尼打击很大 生育与畸形的恐惧不断萦绕他的心头 甚至还梦见自己生下了一条区 另一边赛斯仍在寻找把自己变回人类的方法 但随着苍蝇基因的侵蚀 他的人类组织逐渐脱落 就在他深感绝望的时候 罗尼来到了实验室 以前的恋人现在互相看着对方 但只剩下说不出的痛苦 假装镇定的赛斯说了一些让罗尼伤心的话 罗尼也没有勇气告诉赛斯他怀孕了 他立即哭着跑出了实验室 立即要求威廉带他去堕胎的地方 但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对话 已经被赛斯在屋顶上偷偷听到了 所以赛斯一路跟踪到私人诊所 打破了仓库 掳走了正准备堕胎的罗尼 威廉见到后迅速赶到了实验室 但化身苍蝇人的赛斯从天而降 他用嘴里的消化煤融化了威廉的左手和脚 准备杀死这个没有抵抗力的人 索性罗尼及时阻止了 这才使赛斯放开了威廉 然而罗尼很快得知赛斯准备把他送到传送舱 让他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融入赛斯 成为三位一体的新生活 这显然让罗尼非常害怕 他试图挣脱赛斯的强迫 但赛斯完全演化了 随着皮肉的掉落 成为了一个可怕的苍蝇怪 看到罗尼被苍蝇怪扔进传送舱 从昏迷中醒来的威廉挣扎着拿起猎枪 在实验开始前打断了罗尼传送舱的电缆 苍蝇怪看到后愤怒地打碎了玻璃 准备杀死威廉 但实验刚刚好开始 苍蝇怪立即被电脑分解 幸存下来的罗尼看着与传送门融合成的苍蝇怪物 害怕拿起地上的猎枪 但面对曾经深爱的人 罗尼难以扣动扳机 但此时赛斯用唯一的人性瞄准了他的头 所以罗尼不得不开枪杀死了赛斯 至此一场现代变形剂的噩梦画上了句号 而本片的导演大卫柯南伯格 是一位备受瞩目的作者导演 他的这部作品《变形人》的福岸 是一部经典的科幻恐怖电影 同时也是一部相当恶心的写点电影 具有深刻的作者性和独特的类型电影特点 而大卫柯南伯格以其独特的导演风格而闻名 他擅长探索人性身份认同和变异的主题 在《变形人》中他以独特的方式呈现了主人公的变异过程 将科学实验与人性的堕落相结合 这种关注人物内心变化的深度表现出 柯南伯格作为导演的作者性 他通过赛斯的演变呈现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人性变化 强调了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冲突 从类型角度来看本片 他融合了科幻元素和恐怖元素 柯南伯格以出色的视觉效果和特技效果 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异化的世界 展示了男主身体逐渐变异成营人的过程 电影注重情感冲突和紧张氛围的营造 让观众陷入了一种紧张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 此外影片中的爱情线也增加了观众的共鸣 柯南伯格巧妙地在科幻恐怖背后融入了人类情感 使电影更加引人入胜 该电影在电影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 他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成功 还因其视觉效果和特效而获得了多项奖项 包括奥斯卡奖 他也成为了恐怖电影类型的经典之一 影响了后来诸多恐怖电影制作和导演风格